大家好,从这节课开始,我给大家分享关于网站用到的图片的优化和加速 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经常用到的图片有这么几种格式 有PNG、GPG、还有GIF 其实图片的格式远不止这些 但是在网页上经常用到的主要是GPG,或者叫GPG 先说GPG,它是一种有损压缩的图片格式 比如,我们有一张照片是800x600的一个人像 这张照片的原图很大,4.8兆 分辨率是4000多乘3000多,我们进Photoshop给它裁切 为了演示方便,我们只裁切了头部 看看GPG的有损压缩损在什么地方 比如,我们在做产品图片,或者是有人的图片放在网站上 首先要让它清晰,然后文件越小越好 网站上用的图片需要另存为外部格式 这个导处设置是专门为网页格式的图片专门定做的 GPG图片会保留很多信息 有一些是网页用不到的,在这里会被过滤掉 减少文件的尺寸 这个面板的右上角,先选择GP1G 下面是清晰度的调节 面板的左侧直接会出现图片的预览 清晰度高或者低,直接可以看到 图片的左下角会有图片的尺寸 800x600,这个宽高 一般是文章的正文图片或者是产品图片 最常见也是用的最多的一种 文件大小尽量控制在100K以内 或者是50K左右最好 我录的这个视频上传到网络也是压缩过的 对于图片的清晰度 你可能看着对比不是很强烈 大家回去用自己的电脑 亲自感受一下 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低和高 但是高和最佳区别并不是很大 文件的大小区别很大 所以在导出GPG的时候 如果画质可以接受 尽量选择中或者高 下面再说说PNG图片 PNG图片最近在国外网站用的很多 主要原因就是它很清楚 清晰度很高 但是文件的尺寸相对较小 PNG常见的是PNG8和PNG24 PNG24的色彩更多 PNG8的色彩相对比较少 另外这两种PNG都支持透明 PNG用图最广泛的还是在透明图片上 在PNG之前 做网页用到的透明图片都是GIF GIF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颜色数量太少 做一些颜色不多的图片 比方说按钮啊 小图标之类的还可以 但是对于颜色数比较多的 比方说人像或者是产品 它就无能为力了 由于它的颜色数量比较少 显示人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大色块 PNG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颜色数量多 而且可以透明 唯一带来不好的就是文件会比较大 还是以刚才那张图片为例 GPEG格式的清晰度选择最佳 它的图片是313K 如果换成PNG24 文件变成了692K 几乎翻了一倍 如果换成PNG8 也就是8位的颜色 精简到128种颜色 文件大小是175K 把颜色控制在两种 这张图片变成了25K 16种颜色 它的大小是86K 同样86K的GPEG图片 画面要好得多 这节课算是一个 网页图片的认识和了解 下节课和大家分享图片的应用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